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抓手 四下无人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我还不为所欲为 别以为你哭了 我就会心软 我是因为发过誓 让你自愿爱我 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 请我我都不亲你 还有 我真的喜欢你 不然我也不会发着什么笨毒誓 天没亮我就帮你买豆浆 买馒头 全打烂了 好险 知道你喜欢吃些垃圾食物 我买了一些糖给你吃 先吃一点吧 感动得流汗了 我怎么都不会喜欢你的 你越这么做我越恨你 喜不喜欢没关系 我发过誓要娶到你就行了 做我的老婆也可以不喜欢我 不过最好喜欢 我求你放过我吧 我求你 喜欢我 奴赖 你不要阴魂不散 老跟着我行不行 我走在你前面 你说我老跟着你 我们要回同一个地方 当然走同一条路啊 那你不会走第二条路啊 不会啊 你这样子没有男人会要你的 是没人要你 师姐 师父 在里面 你们这群坏狼吗 有书不读 有经不念 有佛不拜 在这里胡乱闯 该你早登极乐 看什么 不认识我 我就是天塌下来都不上船的伪小宝 小宝 小宝 怎么了 师姐 师父他 姑姑 我找遍师父身上没有药啊 我有 取身欲缠缓 很珍贵的药啊 何止珍贵 大内共品 王上有什么疑难杂症 都是吃的 我师父叫你 吃不吃啊 我中的 姑姑 吃不吃啊 我中的 小宝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血身欲缠碗 凭你恐怕 姑姑 你武功盖世 就算没有什么什么碗 一样会复原的 只是慢一点 小宝 你这次出手相救 凭你对你的顾虑全消 不过 凭你想去个地方 我看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 这么快 姑姑要去哪里啊 这里我很熟的 我陪你们走一趟 不用了 你是个大男人 跟着我们太不方便了 那你当我是姐妹不就成了 我最可以迁就人的 或是当我是个下人都可以啊 我不介意 我们介意 何监府有个沙贵大会 我们想去看看 沙贵大会 沙贵的贵 是不是大汉奸吴三贵 像这样的事情我就更加要去啊 到时候师父胡德帝及陈总舵主 他们一定会去 我也可以介绍两位老人家给姑姑你认识啊 我们几个人可以好好谈一谈反清复明的大忌 多好啊 小宝 我不想这么张扬 我知道 还说知道 不想这么张扬 小宝 你也该回去向狗皇帝复命了 以免他派出大内密探 搞得鸡犬不宁 而且天地会的兄弟也会担心你的安危 哦 这不是问题 我找个人去打声招呼就行了 最大的问题是 姑姑你现在尚未痊愈 我担心 你叫我一个人上路 我怎么放得下心呢 不必担心 师父有我跟师姐陪着 不会有事的 不行 一家人里面没有个男人怎么行呢 我可以照顾你们的衣食住行 买了药回来 你们也得找个人来劈柴烧水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就这么决定了 姑姑 吃不吃啊 我中的 不要怕 聊一聊嘛 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打女人 你就是第二个了 第一个已经让我剁碎切磁抹粉喂乌龟了 不过我看你的样子蛮乖的 你很乖啊你 所以我给你个机会 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的 我 你不要再浪费口水了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做人不要那么冲动 我没有催你 想清楚再回答我 我 我是不会说的 好 里面的兄弟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说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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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我不说 说 说 我不说 说 我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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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是你逼我的 《极境五入见》 怎么样 好了没有 还有没有劲 你还要劲 差不多了 还差几把 好 说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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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不说 我不说 说 我不说 是桑姐大师兄让我们过来的 他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你们快跑吧 要不然你们死定了 我们要杀了九难师太 夺走四十二张经 四十二张经 传说 四十二张经 关心着满清宝藏的秘密 可是凭你手上 一本都没有 为何会找我 姑姑 现在不是探讨问题的时候 而是 我不是小看你 你现在有伤在身 正所谓 退步海阔天空 而且动作还要快 否则 那个桑姐大师兄追上来就麻烦了 你闭嘴 师父的武功盖世 不会有事的 好 我们立刻启程 嗯 谁的骑马 激起那么大风沙 还骑那么快 请问车里面是不是阿柯姑娘 郑公子 怎么会是你 我刚才骑马经过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有姑娘的声音 我想 会不会是阔别多事的阿柯姑娘 真的让我猜到 你怎么会认得我的声音 好听的声音 我永远会记得 踩瓜贼 看什么看 插下你弟爷 还有竹孙燕窝根 记得竹孙了新鲜的 燕窝最好的 价钱不是问题 明白没 是 我知道了 师太 阿柯姑娘 还想吃点什么东西 那七个菜一个更够用啊 不够 多点七个 不然写不出气盘来 郑公子 不要理他 那傻傻的 其子傻傻的 我傻昏了 见了你以后 再多了 赶紧走 开玩笑 算了 郑公子 你很懂得吃 而且吃得很讲究 一定是出自名门之后 实不相瞒 在下是国姓爷之后 盐平郡王第二次 郑克说 哇 这样啊 哇 原来是郑成功之孙 那不就是乱党吗 说什么 要说什么 不是吗 不然你叫郑公子走出去 大叫三声 我是郑成功的孙子 郑成功的孙子 孙孙孙孙孙孙 如果没有大内密探 来找你聊天的话 我跟你信 郑公子 不必理他 他这个人就一张臭嘴 对了 郑公子 你怎么会认识阿柯 其实是这样的师父 我遇到郑公子好几次了 其中有一次 遇到几个喇嘛调戏我 还好有郑公子出手相救 我才会没事的 我本来想早点告诉师父 但这一路上都没机会 这么看来 郑公子的身手一定不错 不知师臣何门何派 过奖 在下跟过三个老师 以前两个老师就不提了 现在老师 冯夕范冯老师 可是昆仑派的高手 外号一箭无邪 天地会陈静南 还是他的师弟呢 哇 厉害 为什么你叫他老师 而不叫他师父呢 太不尊师重道了 姑姑啊 开不起玩笑 对不起咯 没错 他们是叫过功夫 可是他们是我下属的 尊诚一生 他们老师 已经很给面子了 也难怪嘛 郑公子是巨盟之后 多谢阿柯姑娘赞誉 郑公子 上次见你 你说要回台湾的 怎么会在这儿遇见你 事情是这样的 那华山派人士呢 在和监府 要举行一个杀归大会 他们硬是要我主持大局 不知道师太 有没有兴趣参加 怎么这么巧 我师父也想去 是不是师父 那香情不如偶遇 师太 不如我们一起上路吧 也有个照应 不敢当 就随郑公子的意思 客官 您的主声言我更 不用算我的 燕窝不就是口水 自己的口水都已经够恶心了 鸟的口水吞到肚子里 不要给我了 好恶心啊 喂小宝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吃哑巴 你不想吃就到一边去 不要在这胡言乱语的 人家请你吃 你不懂欣赏就算了 走 阿柯 姑姑 没关系 不要影响大家的食欲 我自己去吃 吃面 吃培 来 师太 来 请 虽然我不是玉 树林风秀 撒听 唐弹 我有广阔的胸襟 跟强劲的北蛙 哎呀 我真的那么差吗 连同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真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不过反省之前 我激动的情绪 需要好好地发泄一下 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哎 整天都没吃东西 饿不饿啊 嗯 乘人之为 我知道是不对的 奈何这是我的决定 暂时不会改的 还有 我有个优点 就是懂得尊重我的敌人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差 你让我打十拳 我给你个馒头吃 怎么样 嗯 那肚子饿不饿啊 嗯 九拳呢 嗯 那你肚子饿不饿啊 嗯 八拳呢 嗯 那你肚子饿不饿啊 嗯 去死 去死 正可爽 死人正可爽 死人正可爽 以为自己英俊最大 我也要别的眼睛啊 跟我争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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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八拳 我可是非常的公道 很讲信用的 八拳就可以吃馒头 吃吧 知不知道 当个男人好难 当一个成功的男人 就更加的难了 成功的男人哪里难 你知不知道 嗯 哎 做个男人难呢 做一个成功的男人 更难呢 难在哪 你知不知道 肚子都没人知 说句好听的啊 胖子 不能进女色 你是个喇嘛嘛 你进过吗 没有 那就对了 你进都没有进过 既然没有进过 说什么惨呢 我告诉你啊 最惨的就是 看着阿柯 在你面前 求又求不得 随时随地 又想着他 看着他 哎 你明不明白 不明白 我说得很明白 你还不明白 我又没有碰过女人 我怎么知道 哎 不过我蛮同情你的遭遇的 谢谢啊 那你明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哎呀 去 你 这都不明白 哪怕 你最对 凉风 有幸 秋月 不便 亏我私交的情绪 毫别度日如年 虽然我不是玉 助凌风 小二 给我来碗素面 谢谢 阿琪 你去看看小宝 他怎么回事 师父 别理他了 小宝救过我们 看你这个背影 我就讨厌这个人 借那个姓正的 我就唬大 算的话小宝 算账就有的算 你跟他同桌 坐了那么久 你不觉得他样子 很讨厌吗 你是要听真话呢 还是要听假话 你说呢 样子嘛 倒是满身一致的 可是他这个人 太嚣张 太不可一世 我倒是不喜欢 哎 女人就是女人 各个女人都喜欢帅哥 帅哥没真心的 你师父没教你吗 我知道你喜欢阿克 可是说真的 比起来 人家的确 哎 算了 我也不讲了 不用说了 用做的 哎 小宝 不要冲你 哎 你过来做什么 做过去啊 知道 我有些事跟郑公子说 说完我就走开 有什么指教 指教不敢当 郑公子 我想告诉你 我们现在 其实是被仇家追杀 不要跟着我们 没好处的 仇家很危险的 说清楚 是你的仇家 不是我们仇家 错了 是你隔壁的美女的 隔壁的师父的 仇家 怕呀 从来没怕过 我的手下一个打十个 就算千军万马过来 一样摆平 好啊 师太 不用怕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请 要不杨威 现在就杀了你 看你还拽什么拽呀 是不是你将我尸体杀了 我最讨厌吃饭的时候 别人打扰了 来人 把他们赶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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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自己的手下一个打十个 我去权出去 大师的武功果然非凡 在下以后再领教 在下西藏大喇叭 桑杰 我知师太如何称呼 九难 在下的师弟是你杀的吗 没错 只要将经书交出来 今日的一切在下改不过 好啊 你过来拿 小二 拿酒拿出来 快点 很怕 当然怕 那我老妈会杀人的 不用怕 什么样 蒙汉药 吃了不会怎么样吗 吃了 一个时辰之后就昏倒 不可以 不然 就是他们要杀你 等他们醒了之后 他们跟人说 我们给客人喝的酒是有毒的 对我们酒楼的声誉 影响很大 命都没了什么声誉 当然要命啊 今儿 今儿要下毒 又毒死他们 毒死他们 毒死他们 无毒不丈夫 那就事无罪证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大哥 小二哥因为内疾 所以叫我送来 慢用 慢用 我一定会想到 爸爸逃出去的 你说什么 君公子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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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什么 只不过让你陪我们喝杯酒 放手 哇 纵情世界 君公子 帮他呀 你帮帮他 你会武功的 放手 住手 这个姑娘 不可以动 不可以动 你说什么 没有 各位活佛 我 小市民 说小声话 只是通知各位活佛 这位姑娘生麻风的 谁碰过她谁就中招 你不信 看看自己的掌心 是不是要红斑呢 没有啊 你这样子看当然没有啊 海那么大声 气聚丹田 三花聚顶 邪子五脏 八雀归位 有没有什么感觉 有一点 有什么感觉 有一点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有点 全身无力 呃 干了 真有此理 行了 走吧 过过 去死吧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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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 你怎么了 没事 这只车动得太凛了 有没搞错啊 你是怎么驾车的 我早上我这起码不会驾车了 这样找车夫你又不肯 找车夫 你以为旅行啊 我们现在是逃命啊 大哥 都是你不好 死都不肯找车夫 车倒会出事的 他说什么你都好 我说什么你都帮他 你们别吵了 喇嘛就快追上来了 我们赶快找个地方躲一躲 郡主就你一个人回来 双儿人呢 他说再多找一阵才回来 不过 你说这么久都没有小宝的消息了 他会不会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他没事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如果不是 一会双儿回来的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乱讲了 他心情很不好的 整天跟我说话都超不过五句 就他心情不好啊 我的心情就好吗 怎么样 善儿姐姐 我已经想过了 我们这么早 根本不是办法 不如画出小宝的样子 那我们去问人的时候 还有一个样子可以看呢 好主意 但是 我们谁会画画呢 我倒是学过一点 但是不知道画得上不上 没关系 先后来看看吧 算了 我想我们明天还是分头去找好了 好 你们别自己骗自己了 根本就找不到嘛 你们还不明白 师姐 这是事实啊 那个狗皇帝也派出不少人去找了 可是都没有消息 更何况是我们 那你的意思是 八成是被那尼姑 不会 只要把他向来扶大命当 他一定会没事的 算了郡主 我们走吧 走 当然了 该玩的都玩过了 我们还留在这干嘛 你不走 那我走了 喂 你太过分了 你是什么意思啊 相公 他虽然对你们有时候不大礼貌 可是 他从来都没有害过我们 你说 是不是 当初在神龙岛 你把他骗上去 他也没有责怪过你 要不是他出手相救 你可能早就已经死在皇宫里面 现在 他出了事 你不但不帮他 还有一九两次 我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你懂不懂什么叫道义呢 不然怎么样 难道他一辈子不回来 就在这儿等他一辈子 你傻 我不会跟你一起傻 郭准总 听说这里第一个要死的是你 没错 不过如果找不到他的话 我们全部的人都会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吃了爆胎一斤丸 除非伟小宝可以完成教主的任务 我们就会有解药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 他会死得很惨 那就找啊 找啊 睡个觉一起找咯 公主一切安好 已经到达静州了 要问你 有没有伟小宝的消息 挪台已经命令大内侍卫 以及京城附近所有官员 全力追查了 查 查查查查 查了十天的还没什么消息 我再给你十天的时间 如果你还查不到的话 小心点人头落地 诶诶诶诶 张康连求见 查 奴才叩见皇上 愿皇上吉祥 是不是有伟小宝的消息了 皇上英明 在外追查伟爵爷大内侍卫 刚刚有飞鸽传书回报 已经发现那个神秘尼姑的踪影 如无意外 即日即可知道伟爵爷的下落 立刻加紧追查 一有消息 即刻向朕笔报 扎 不做教啊 有教大家都不会辛苦吗 我一辈子都没走过这么多路 都是你啊 这么大个人没死过 那就双双声去上吊啊 就是呢 反正我们有的是钱嘛 有钱最大 个个等着用你的钱 你傻傻的 你们少说两句 我们去查管了 有什么吩咐客官 什么茶 一点味道都没有 那还得酒要不温不热怎么喝啊 拿去换 酒嘛 小的可以给客官换 这茶嘛 小店都是用这种茶叶 客官可否将就一点 那结账时候能不能将就一点 这公子 算了 这里就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姑娘求情 有你好看的 是 崔慧 是 名门之后 皇族中人啊 一点家教都没有 真是不行啊 随便就对人家呼呼赫赫的 真的是很过分 我要是郑成功 弃了棺材板都弹起来 想起来都为他难过 喂 你们俩说完没啊 你们别吵了 大家都饿了 先吃饭吧 动筷子 等等 该不会菜都得让你先夹吧 不试过你怎么放心吃 现在可以吃了 心思细密 处事小心 果然是身经百战的大将 江湖险恶 不谨慎得这么行 要是你哪一天死了 别说我没教过你啊 那你也别说我不教你了 银针只能试试有没有毒 如果人家放蒙汗药 试不出来的 那万一要是这么巧 那不是活该啊 阿可 我去盲测 大家吃饭 吃饭吃饭 哇 没纸啊 谢谢啊 喂 灵妹那位兄弟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布 是谁 卑职参见 伟爵也 你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明白了 开了街黑店等我们 爵也才智过人 令卑职佩服的无底头地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皆因为卑职十分挂念 伟爵也 故此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我把所有的大内密探 要查一下伟爵也的下落 是你挂念我 还是皇上挂念我 皇上挂念 卑职更挂念 那就变变身 回去告诉皇上 我安然无恙 没事没赖 不过 现在得把尼姑带着 为什么 不是皇上的意思吧 不行 他武功太厉害了 我们不能做一些 无畏的牺牲 决爵放心 蒙汗药 马上就发作了 那可真是 就这么碰巧了 活该呀你 听着 跟我同桌的人 除了那位偏偏公子之外 那两位姑娘跟尼姑 不准抓 为什么 可以告诉你 早告诉你了 走 小宝部长 我们来了上房 不如我出去叫他进来吧 不要啊世界 他不知道更好 对呀 像他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找不到啊 吃菜 他还没有吃东西呢 要不要给他留一点 留什么留 他把自己说得那么聪明 一定有办法自己找东西吃的 别留了 他在这儿啊 一定会说些无聊的话 让我吃不下 师父 我陪你去上房 好 这韭菜有毒 你怎么了 我像严真师父 太毒了 慢点 这个尼姑 我来对付 你们谁敢动我姑姑一根寒毛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动他又怎么样 你动他 我动你 我动你 姑姑 姑姑 阿柯 师姐 崔仁 崔仁 赵大哥 谢谢啊 举手之劳了 一二三 三位女士 我带走 这个虽人 帮我照顾他 这怎么照顾 响响声带走 不用给我面子 谨真伯爷 喝口 三千两 请你兄弟喝茶 多谢伯爷 郑公子 保重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水 姑姑 快点喝口水 冲淡你也猛汗药 秦师姐 你也喝一口 阿柯 你身体最虚弱 你一定要多喝一点才行 来 我自己来 都滴湿了 你看看你 别碰我 走开 多谢你 小宝 如果不是你 我已经落入那帮坏人手中了 不用客气 应该的 对了 我看你的武功 一点都不简单 你师父教你的 我的武功很简单的 最遗憾的 是我跟我师父有缘无分 不是他很忙 就是我没空 所以学来学去 只学了两招 真实脸 他没有教你内功轻法吗 有啊 我自己不争气 觉得很闷 光坐在那儿 练来练去 就练那股气 我受不了 这样好了 改天我教你几招防身 改天 择日不如壮日 就今天吧 姑姑 我跟你这么有缘 茫茫人海当中 都可以遇上 不如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你收我为徒 不要师父 千万不可以 为什么 他是个轻薄小人 阿克姑娘 我们虽然在肉体上 有小小的误会 你还说 当然要说 不说误会会更加深 当初我为什么会抱住你 亲吻你 或者是你吻我 完全是为了要救你 快点说得出口 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 我们之间白臂无瑕 冰清玉洁 有什么不能说呢 对啊师父 我相信小宝的为人 他是一个证人君子 他们之间肯定是有误会的 师姐 除了这些 你还有什么原因 要拜我为师 有 为了阿科 我要打动他的方心 师父您听到了 他跟色狼有什么分别 如果你收他为徒 一定会有入师门 小宝他虽然有嘴滑舌 没个正经 但为师欣赏他的坦白 够真 所以 所以你决定收我为徒 嗯 为小宝拜见师父 起来 我们的师门叫铁剑门 铁剑门 为师的师父是木双道人 木双道人 你好好记住 记住了 因为你已经有了师父 依照武林的规矩 去得到师父的同意 我才可以正式收你为徒 知道吗 小宝完全明白 你最后入门 所以我是小小小师弟 他们是我的师姐 我先拜见两位师姐 小宝拜见两位师姐 以后有什么出众的工作 由师弟来就行了 师父 你受了伤 又中了蒙汗药 不如先吃一颗雪山玉蝉丸 好不好 也好 来 我喂你 我自己来 有什么吩咐啊师姐 莫莱 我有话跟你说 哦 谢谢你 怎么样 阿科师姐 你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啊 嗯 我知道了 石城再加个石 终于被我的真情所感动了 决定将你的心里话告诉我 不用害羞 任你多么露骨肉麻 缠绵翡策 我都可以接受 再加上 我绝对不是那种 听了会到处说的人 你尽量说吧 你帮我救郑公子 我知道有点强人所难 难啊 难啊 难到登天 可是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行了 不用说了 我现在正正事事 正正重重的 拒绝你 我都可以接受 别以为你哭 我就会投降 我是铁石心肠伟小宝 如果要救那个郑公子 需要有冷静的头脑 敏捷的身手 今晚行动一定成功 诶 客栈在那边 你为什么走这边 如果你捉了一群人 你还会留在客栈不走吗 那你知道在哪里吗 等一下就会知道 不是 不一定会知道 不过或者迟点会知道 到底怎么样 看着我 这里 中间 看到没有 什么东西 天眼 天你个头 什么都没有 那可就惨了 天眼都没开 怎么知道郑公子在哪里 我明白了 吃醋 我吃醋 所以天眼不开 我就知道你骗我 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 我不是骗你的 是真的 我七岁得道 九岁可以 你不想救郑公子就算了 干嘛把我骗出来 而且借口那么多 你真是个小人 别哭了 你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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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哭我也会哭啊 你哭什么 你开心才是真的 我是真的会哭 叫我救我的情敌 其次哭啊 心口扯啊扯的 会痛啊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水汪汪 那么漂亮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会受不了的 我跟你玩了 我知道她在哪 走吧 真的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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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快点 我怕真公子会有危险 站住 救命啊 八婆 你给我站住 救命啊 站住 什么人 夏大哥 这个八婆水晶阳光 不守妇道 这次被我抓到了 还不够回去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把金管还给我 不是 把金管还给我 快很准啊 喂 做什么 放手啊 你不可以进去冒险 我去救她 起码我认识 我都进来了 难道不救她 相信我 你还说 还不进去 这样进去 太危险了 找个东西蒙一蒙 来都来了 无论如何 一定要救这公子 我去救 拜托你了 你在这里等我 我这是上辈子欠你的 你们知道 不是要是谁 永远不是泰山 快放了我 发疯也看看 清楚在发疯啊 知道怕了 不用怕 你只要老是回答 我几个问题就行了 不过如果你说谎呢 你知道后果怎么样的 现在就开始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一剑 你跟他尼姑是一党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也是刚刚认识他 你还真能交朋友 跟谁又自来手 刚刚认识 马上就请人吃饭 跟人一块睡觉 是真的大人 我连他法号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是认识他徒弟 那正好碰到 那就一块上路了 就这么简单 大人 如果他犯过什么事 或者是朝廷的侵犯 和我无关啊 大人 我是冤枉的 你当我是傻瓜呀 我是当官的 说我谎话都不会说 瞧你可不可以 坑坑巴巴的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啊 想好了再说 大人 我昨天发誓 我军军属尸 绝无序言啊 怎么样啊 太不老实了 就是嘛 拿些家伙来招呼客人 是 你们想干什么 这你都不知道 叫你说老实话 如果你真的不说呢 我们就要严刑逼供了 为了让你知道怎么痛苦 怎么受折磨 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辣椒油 我让你尝尝五零红顶 首先 我让你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 然后把辣椒油慢慢的灌在你爹里 让你脑袋头疼一裂 后面的一架砍下来 哈哈哈哈 首先呢 把这漏斗 放在你的嘴上 用水 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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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肚子 正了 接着我就踢呀 踢呀 踢呀 踢到你吐为止 踢到你说为止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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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不肯招的话 我让你尝尝一针剑鞋 跟霸王卸甲 首先把你人针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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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进他的指甲缝里 怎么样 心疼了吧 然后就用这个小钳子 把你的手指甲 一直一直地往下拔 直到拔成你血肉 你们还是不是人啊 这些全做完之后呢 你就真的不像人了 如果你仍然嘴硬不说的话 我就会用最后一招 这一招就叫做临驰了 嘿嘿嘿 不要了 大人不要 首先呢 把你拔光光的 跟着呢 接接接接接接接 接手你 那个时候啊 你就不是人 你是初了 然后呢 我就 去 去 去 嘿嘿嘿嘿 你知不知道 一个人可以 切三千多刀才死 这样可以切 一个月才切完呢 好刺激呀 不要了 大人 不要 我求求你 放开我 大人 我求求你 别叫了 你放心 放开我 在凌晨之前 我会救你的 放开我 谁 被抓到就惨了 我得想个办法 是谁 看什么 快追 快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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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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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惨了 我惨了 其实我很烦恼 只是你看不到 如果我也不开心 把你转身就逃 爱上一个人 一定要让他伤心 这世界多么美好 对每个人 都说还好 我的心 我的心 你不需要明了 只要我对你好 这样的温柔 你要不要 其实你爱我相信 半年什么角色 我都会 快不快乐 我无所谓 为了你开心 我忘记了累不累 其实你爱我相信 任何的表情 我都不能给 我在你身上学会 你也对